旺角凌晨過後仍然有人放火破壞店鋪 在上海街一間銀行凌晨1點半左右 被人扔汽油彈著火 消防到場破舊 防務警察在旁戒備 直至凌晨2點多 聚集在尼敦道及阿加路吉一帶的人群仍然未散去 又在路上焚燒雜物發生爆炸 防務警察施放多媒催淚彈驅散 帶走一個男人調查 凌晨大約3點 警方在尼敦道旺角道交界 發現可疑物體 爆炸品處理課人員到場飲爆 證實並非爆炸品 另外紅磡海底隧道行政大樓 亦都被人破壞 玻璃被打碎 辦公室內的物件被翻倒 場上被塗押